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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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妮娜 請進 歡迎來我的房間 我來參觀妳的房間了 看妳房間長怎樣 對 因為這間飯店 它就是每一間房間都有不同的設計 因為我的房間 也是有像妳一樣牆壁有這些字 但是我進來妳的房間發現 它的字又完全不一樣 對 裡面還有喔 對 裡面還有喔 哇 你看 是不是很厲害 就是這種被文字包圍的感覺 很有詩意 可以聞到這個房間有一種香味 對 怪木的香氣 對 那個木頭的香味 好棒喔 就是簡簡單單的這樣 我覺得這個洗手台超級可愛的 你看這邊有一些耐涼的圖 對 它這個感覺就是 不是一般那種 飯店不是都是那種全擺的 對 那種很一般的 但是它這個就是感覺有特別挑過 陶瓷的那種設計 對 然後這裡面還有一些很可愛的小插畫 就會覺得 哇 也太精緻了吧 這個是特地擺出來 讓妳當一個房間擺飾品的感覺 嗯 接下來是 在廁所這邊走一個比較簡單的路線 這邊有小小的淋浴間 它沒有浴缸 對 如果妳想要泡澡的話 它是有大浴場可以泡的 那它這間房間啊 其實就是走一點 合陽式的感覺 就是它的床不是那種一般 西洋飯店那種很高的床鋪 它是比較矮這個小小的床板 上面鋪的是還蠻舒服的這個床墊 但是呢這個房間還有一個最大的驚喜 就是藏在這扇門後面 帶大家來開箱一下 這有個非常寬廣的平台 對啊 我們打開這扇門 等一下 等一下 超寬的 妳就是在人家旁邊了 對啊 超近的 這個大平台 好棒喔 太棒了吧 這飯店真的最厲害 就在這個地方 而且這個飯店只有二樓才有這樣子的 你一打開後門就可以來到這個平台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有看到了 你看在那邊 拉近 拉近 我看到了 你說那個綠色的小草皮嗎 拉近一點 有路耶 真的看得到路耶 來奈良的話就是要住這邊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一樓的大廳 這邊整個就是有這種很漂亮的和室的畫作 然後最厲害的是這個茶室 這是藝術品吧 對啊 整個空間就是飄散了一種很和風的香香的味道 現在一出飯店之後呢 馬上就到這個商店街 離商店街的距離超近 而且還有一間剛才提到的樓下的星巴克 你看景風好可愛喔 剛剛在陽台的時候還沒有發現對不對 他現在在看我們耶 好可愛喔 哈囉 可以摸摸了 哈囉 我幫你摸到他 好可愛 可愛的小路 他想離開了 好可愛喔 其實我們今天住的那一間 天秤旅館 離車站非常非常的近 離商店街也非常的近 從靜田奈良站走出來 大概四五分鐘 就到剛剛那一間天秤旅館了 大家如果下次來到奈良這邊 真的非常推薦天秤旅館 我們請問一下 我們找到西方的方便 我們請問一下 大家早安 早安 我們現在是在這間飯店二樓公共空間的地方 這間飯店它沒有副餐廳 所以就是在早上它就會親自送便當到你的房門 我們剛才直接到樓下的星巴克買了這個奈良限定的新兵樂 感覺是壽司欸 一早就吃壽司 太奢華了吧 而且都是比較沒有看過的料欸 沒有什麼鮪魚 鮭魚這種 感覺是奈良這邊是比較特別的 是喝囉 是好喝的欸 我有聞到被茶香味 可是茶味不會太濃所以不會很苦 加上又有白巧克力去中和 覺得非常剛好 好那這支天秤旅館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覺得最棒的地方就是這間飯店的地點 真的非常好 樓下就是星巴克 然後走出去不到五分鐘就有圓澤池 然後旁邊還有很多路可以看 離各大景點其實走路就走得到 那如果是想要待在飯店好好休息的人的話 在我們住的二樓那邊一出去就有一個大露台可以坐著休息啊 或者是工作 我也非常喜歡 那邊真的超讚對不對 對 如果不是因為可能現在下雨的關係 天氣好的時候真的是超適合 買杯咖啡發呆坐整個下午都完全沒問題 對啊 而且這間飯店這麼多優點 但是它就是一碗不用3000台幣 對其實 是蠻平價的 它是今年才剛開幕的飯店 一切都還非常的新 所以就是疫情之後非常推薦可以來這邊住一晚看看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幫我們點讚 還有訂閱這個頻道 有什麼其他想看的內容的話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別忘了還有我們最近賣非常好的迷吃shop 大家有什麼想要買的日本商品的話 都可以上去看看喔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請 Finanz arist止 讓我們其他開放 也許有什麼賣太空 就一定要來這裏 Be free Be free